崔永元爆料范冰冰已偷漏税,国家税务总局指示调查取证 中国央视前名嘴崔永元爆料女星范冰冰已似偷漏税的新闻持续发酵,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则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取证。 范冰冰工作室负责人则独家回音新浪娱乐,称范冰冰及其工作室从未通过阴阳合同方式签约,并表示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核查。 据《法治日报》报道,崔永元5月28日、29日发微博指范冰冰四天骗筹要价6000万元人民币,并其底一四大小合同、阴阳合同等偷漏税前规则。 范冰冰工作室随即发出严正声明,称崔永元公开发布设密合约,并公然侮辱范冰冰的行为,既破坏商业规则,又涉嫌侵犯范冰冰的合法权益。 声明也指,虽然崔永元没明确指明签大小合同的演员身份,却故意影射范冰冰。 之后,诸多媒体和网络用户未经查整合时就散播范冰冰四天骗筹要价6000万的谣言,已涉嫌构成对范冰冰的诽谤。 崔永元则回音称,没有保护合同秘密的义务,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冰冰如不服,可出来向公众实话实说。 前天,崔永元又在微博曝光手上的一份阴阳合同,还贴出中国刑法第201有关逃税罪的条文,称好像有个法律可管这事儿。 事件引爆舆论后引起官方重视,据央视新闻客户端道道,国家税务总局已责承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。 如发现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,将严格依法处理。 崔永元昨天接受江苏新闻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,愿意配合税务部门展开调查,也提出可将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提供给相关部门。 江苏省地税局和范冰冰工作室所在地的无锡市地税局也发消息说,将按照国家税务局的要求依法开展调查核实,如有违法违规行为,将严格依法处理。 有分析认为,崔永元怒对范冰冰或许只是揭露明星偷漏税的冰山一角。 北京日报下属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,引述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蔡道通教授说,税务机关有义务将此作为重要的案件线索,查明是否存在阴阳合同的事实,范冰冰是否涉嫌逃税,甚至这是否属于孤立个案,还是普遍存在的演义借钱规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